香港民主自由在面临考验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言人张叶岁就宣布 这一次的会议将审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草案 包括增加行政长官选委会议席至1500人 确保只有真正爱国爱港的人才可以治理香港 近年来的情况表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需要与时俱进 做出完善 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香港媒体引述消息指 修改选举制度的草案阐明 行政长官审委会人数会从原有的1200人 增加到1500人 立法会议席从70席增加到90席 而且新增的席位必须由选委会选出 另外还取消了所有区议员席位和立法会超区议席 选委届也从原有的4个增加到5个 参选者必须在5个界别得到一定数量的提名 才可以成为候选人 当局会设立审查委员会 鉴定参选人是否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 长叶岁表示 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 有权按照基本法赋予的职责 决定香港的选举制度 香港特区政府也表示 尊重中央的政治体制主导权 一定会全力配合